台中清水国中有两名学生在学校里头打闹嬉戏 竟然把金钱树的金布绞成枝 然后涂抹对方的嘴巴 结果其中一名学生出现了嘴唇红肿 舌头麻痹的现象被紧急送医急救 两名清水国中的学生因为下课嬉戏 把金钱树的盆栽拔起来之后 将金布切块并且还互相塞到对方的嘴里 不过其中一名同学开始出现嘴唇红肿 舌头麻痹的情形 学生以为是中毒 立刻前往校内的医护士 用冰块和冷水漱口 随后送医治疗 两个人就忘了洗手 然后这边就互相再摸来摸去 对对然后就很不小心地摸到嘴巴 然后嘴巴就稍微有点会刺刺会痒痒的 然后会红肿 不过医生表示 金钱树和芋头是属于同一棵的植物 含有植物碱 如果触碰到枝翼是有可能感到刺激 但是金钱树本身并没有毒性 这个金钱树它是属于天然星科梅芋组 它只是皮肤有轻微的刺激性 含冷水 含个冰块 来减轻它的疼痛 一段时间它就会解除 医师表示 这种刺激性不能视作过敏 可能只是体质的差异 造成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反应 出现麻痹症状的学生 第二天就已经康复 而这些金钱树是学校校庆 别人送来的礼物 校方也趁此机会教育学生 不要乱吃不明的植物